外出旅行也要自己做饭吃啊 因为我们都是妥妥的中国味 极昼中自驾 我们来到了挪威北部的罗夫敦群岛 现在是凌晨的1点多 这时太阳已经出来了 午夜的太阳 半夜的日出真的好神奇啊 这里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仙境 或者说是世外桃源一般的存在 因为风景真的太美 这些都是当地人晒的一些雪鱼头 你们看他们钓鱼用的工具 就知道这边鱼有多大了 这个小型的图书馆还挺有意思的啊 吃个热狗补充一下体力 因为我们今天要去爬山 孤独星球给这个山顶的平驾驶 这个地方没得让人窒息 真的是会让人尖叫的美景 我当时在山上就有一种 从天堂看着人间的感觉 就这样静静地坐了很久很久 拍好照下山 这边的山大多都是这样的路 我们现在去民宿 又看到可爱的小羊 这个小木屋就是很古老的那种 好可爱啊 这边 这是一个壁炉 这边是一个餐厅 这是什么 到了民宿以后随便炒了两个菜 我也就将就了一下煮的这种带装的米 就是这种一袋一袋的放在水里面煮 这米饭现在就是已经煮熟了 打开以后就像洗饭一样 一点都不硬 这种米饭煮出来就像粥一样的 很难吃 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有选择呀 没办法 只能这样 我今天好饿哟 为什么呀 我爬伞 紫辣椒 这也是我们自己的辣椒 辣不辣呀 还好 我现在看了你这筷子我就想笑 什么笑的意思 没有什么笑的意思 这下番茄炒大呀 小哥 我觉得很好吃啊 没有好多味道 这么好吃的 可以下饭啊 OK 嗯 啊 筷子不好夹阿 这小筷子 你这小筷子 镫子好 你看 还有你们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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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